在福建有一座两千多年前的道馆 只要前来上香的人 神仙就会让他美梦成真 将要死去的人经过指点后能再次复活 做生意失败的人上香会在两年后东山再起 甚至有资质的专家研究了几年 都无法解释这一神奇现象 那么这座道馆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仅上一炷香就能够如愿所长吗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走进福建最神奇的古庙 这座能让人美梦成真的道馆叫做九仙观 位于福建省福青市石竹山顶上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自从建成以来 道馆就香火不断十分旺盛 天刚一亮 大殿里就挤满了前来烧香叩头的善男信女 按说寺院道馆香火旺盛 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但是这些人烧完香 接下来的举动让人感到费解 正常来说 在虔诚的香客烧完香 许完院以后 那就该走了 可是来九仙阁的香客们 香也烧了 头也磕了 院也许了 一个个却不离开 不少人还走到大殿旁的一块空地上 倒头就往地上躺 难道是九仙宫特别人性化 知道香客们又是早起 又是爬山的很辛苦 让大家烧完香 再补个回笼教 但是休息也不可能在正点呀 还是四面八方的男女混合在一起睡 其实他们躺下来不是为了休息 而是为了得到九仙宫最重要的一件事 九仙宫的香火之所以如此旺盛 香客们都是冲着启梦来的 这些人来到大殿前的九位真君相面前 把自己最想完成的心愿说出来 然后再到启梦所里躺下 真君就能让你在梦里实现自己的心愿 这心愿不光能在梦里实现 还能在现实当中美梦成真 听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了 全部都是骗人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为了证实启梦的真假 记者随机挑选了两位香客 这对中年夫妇男的叫方可荣 女的叫焦美霞 这两口子都是第一次上石竹山启梦 现在他们就在先君的面前梦念 就是把自己想要祈祷的事情告诉先君 按照一般的启梦步骤 大会他们在告知完先君之后 会到旁边的进行行 原来方可荣是个小老板 不过这些年一直都在走贝字 做什么生意都赔钱 这让他很是纳闷 所以他祈求的是发财梦 而方可荣的老婆焦美霞 这几年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 小病不断 吃了很多药也不经好转 所以他祈求的是身体健康梦 只见两人在大殿的真君向前 烧香扣毒之后 方可荣两口子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了启梦所 所谓的启梦所 其实就是大殿一角的一块空地 地上铺了几张草席 在草席上一躺下 两个人就闭上眼睛 记者这时候也不敢在旁边打扰他们 就在大殿外头等着 没想到一等就是将近两个钟头 最后记者等不及了 他重新走进大殿 刚好碰到方可荣两口子醒了过来 那么他们求到了自己想做的梦了吗 我请问了 你已经梦到了是吧 我梦到了 你梦到了什么 老方说 自己躺下没多久就开始做梦了 在梦里他认识了一位高人 在高人的指点下 他做了好几笔生意 比比都赚了大钱 一个字爽 遗憾的就是 这次梦醒的太快 发财的滋味他还没有品购 至于江美霞呢 也一样 他真的梦到了一帮神仙下凡 跑到他家里来给他治病 我梦到了这个神仙啊 那个就很多梦到我家里做针结 梦到梦的感觉和平常做梦相同 那你明天做梦是什么感觉 那样是平常做梦 就是做那个毒液疲疲疲疲的梦 那样做梦 神仙托梦 他神仙会站在我面子 让我说话 那外面的声音您听到没 听不到听不到 你们两个都没听到是吧 和平常做梦不一样的是 梦里有神仙和他们对话 睡一觉之后梦想就成真了 看两人的神态表情 倒也不像是道馆请来的托 为了稳妥起见 记者决定找个香客验证一回 那么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这座道馆真的可以让人梦想成真吗 福建有一座两千多年前的道馆 临死之人起源之后 居然能起死回生 只要你说出愿望 在大殿旁边睡一觉 就会梦想成真 这座道馆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吗 神秘现象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此时记者决定 再找一名香客证实真假 这时候他远远看到一个人 正往前宫过来 来人是一位中年妇女 跟其他香客不一样的是 这个妇女不是走过来的 而是嘴里念念有词 走三步就跪下来磕一个头 她就这样一点点的往山顶上挪 要知道从山脚到九仙宫 足足有一千多几台阶 像这样三步一颗头有多类可想而知 那么这个妇女为何要这么干呢 我想应该你是什么事情这么前程 没想到这位大姐不是很愿意 面对记者的镜头 幸好陪同记者一起上山的 扶清民俗学者郑敬廷 对这位大姐的情况很了解 这位大姐姓刘 家住离石竹山不远的洪禄镇 此人是九仙宫的资深乡客 老一点的乡客 还有道观里的工作人员 没有不认识她的 要问她为什么这么虔诚 这也跟启梦有关 大概在七八年前 刘大姐的独生儿子 从部队退伍以后就开始做生意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家做生意那都赚钱 偏偏刘大姐的儿子 那是做一行赔一行 几年下来钱没挣着 倒把自己的家底全部折腾光了 于是老两口就开始劝儿子 别整天想着发财了 安安心心找份工作吧 能养活自己比什么都强 可儿子说什么也不答应 于是又提出要买一辆卡车跑运输 买卡车得要十几万 刘家当时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 只能跟别人借 而说到借钱 老两口实在是没那个胆子 之前儿子干哪一行都赔钱 这回一借都是十几万 那要是再干啥了 全家人就只能去上调了 可不去借儿子又不答应 那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刘大姐就决定 上九仙宫求个梦 请神仙帮他们拿主意 话说 哪天起梦以后 刘大姐还真就梦到了神仙 那人家就问他 你就干什么 他就说我还是想买汽车搞运输 这件事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的 那个人就给他说 他人家说叫你做 你还不去做 你想做你就做吧 可以做 既然神仙都说行 那刘大姐两口子就咬着牙 同听一凑借了十几万 给儿子买了车 启梦的时候 他在真君面前许了院 只要儿子这回不再赔本 以后每个月 他都会三败九寇上山还院 让他没想到的是 儿子这回非但没有赔本 还彻底转运了 家里买了一辆车 恰好就赶上 当地几家大海鲜养殖厂投资 运输市场突然就火了起来 儿子跑运输不到三年 不但还清了外债 还狠狠地赚了一大笔 全家彻底摆脱了困境 于是 每个月十五 刘大姐就会像今天这样 三步一叩头上山来还院 听完刘大姐的故事 记者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感情上石竹山奇梦 不但能够做美梦 还能起到指点迷惊的作用 这时候 郑京廷又说了 像刘大姐这样的情况 可不止一例 有人因为体会了 启梦的神奇之处以后 就留在山上不走了 老郑说的就是这位 他叫谢曾荣 也是父亲本地人 四十多年前 当谢曾荣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到这石竹山上来起过梦 就在这时候 有人就建议谢曾荣的母亲 不如到九宫先去起个梦看看 说不定这神仙会有办法 于是母亲就让谢曾荣 上了石竹山 我母亲叫我 就是说 哎呀 那听说石竹山很灵 是不是到山上 给我父亲求个药 那庙里那个 看庙的几个老人 但是庙都清走了 有了一个小盐洞 紫云洞里面去 去启梦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启梦 问了里面有几个女孩子 他们在那边拜拜 我问他们叫我 我也就躺在那边 那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行 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感觉 好像有人跟我说 一关你修芋头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梦 那最后一班的渡船要回去了 我就跑回家 到了家里天也蒙蓉黑了 我母亲问我有没有起到梦 我说 有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梦 也没问了 那他说求什么 我说求这个药 泥酒 一瓜 芋头 都是农村比较常见的 就这些东西会是能治好癌症的药 当时跟谁说谁都不信 可事已至此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家里人就找来几样东西 熬成汤喂给了老谢爸爸 那其实他水米不进多天了 已经就准备做棺材了嘛 那就抱着一线西碗 到山上来 那我求了这个 那天喝了一小钟 一小钟喝几口 那也不叫痛 其实他到晚期都是痛的 我们看很好 第二天早晨再熬一小碗 给他喝 他喝完了以后就两次 他能从楼上走下来 我父亲一直到前几年才走掉 听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不相信 喝点泥秋地瓜汤 癌症就能治好了 可是熙曾鸿去说了 他说的句句属实 没有半句假话 正是亲身体会到了启梦的神奇 所以后来他干脆出家 在九千宫当了道士 他是专门后来形成好多人 有各种的疑难 有各种的病症 需要求先的 需要问虔诚的 都来问 那他都以梦四人 所以说形成了一个这个 这个奇梦的文化 那十祖山梦是带有希望的 大家就是因为解决不了问题 通过梦境来解决了问题 所以十祖山的梦叫做圆梦 一个一种奇梦 奇完了这个梦 梦他就是能圆大家各种心愿 这么多人献身说法 记者不信都不行了 可祈祷这事怎么听 怎么像是迷信 那到底是该信还是不该信呢 如果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 最好就是亲口尝一尝 于是记者决定 自己也来个奇梦试试 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 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奇梦真的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吗 福建有一座 2000年前的道观 临死之人起愿之后 竟然能起死回生 生意失败的人起愿之后就能发财 只要你说出愿望 在旁边睡一觉 就会梦想成真 这就叫做奇梦 这座道观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记者为了探寻真相 决定自己也起个梦 随即 记者也像早上碰到的那位焦美侠一样 祈求神仙给自己治病 这时道观的人给他说 在神灵面前说出自己的所求之后 在心里不断默念 去旁边草席睡一觉 起完梦之后还要出来验证 记者按方法说出自己的愿望之后 就去大殿旁边躺了下来 神奇的是 在朦朦胧胧的睡衣中 他感觉有一双手在他脊椎部被按摩 谢曾荣就告诉记者 这其实就是已经起梦成功了 他就是一个感觉 放着放听 或者看见独栏天 看见什么 方往复复中 朦胧中 感觉非常模糊 有的非常轻视 但是他就是梦 这次的体验也让记者感到 起梦并非凭空捏造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的是道教九位仙人 在帮世人消灾解难 指点迷津吗 根据九仙公的工作人员介绍 前些年有专家到山上来考察过 他们认为 这事情可能跟石竹山的磁场有关系 记者查了一下有关的科学资料 发现足够强大的磁场 不但会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器官 甚至还会影响人的精神系统 干扰人的思维和意识 那么人们在石竹山做的梦 会不会是强大磁场影响的结果呢 为了验证这一点 记者又在现场做了一个实验 手里拿着指南针 记者就跟老郑在九仙公桌围绕了一大圈 结果发现跟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指南针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指南针实验证明 不光是九宫仙大殿 整个石竹山的地球磁场 跟别的地方都差不多 并不存在强大到足以干涉 人类意识的特殊磁场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老郑就告诉记者 他对启梦现象也做过一点研究 俗话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梦境都是现实生活的反射 由此他认为 启梦的真相 那还得从心理学上找 在老郑看来 这其实是人们实行自我催眠产生的效果 其实自我催眠 就跟我们所说的催眠术一样 都是调动人的意志力 来达到某种心理目标的方法 只不过催眠失实实的催眠术 你能感觉得到 而自我催眠的实实者 他是自己 你根本感觉不到 比如说方可荣两口的 一个想着赚钱 一个想着有个好身体 却一直实现不了 当他们听说九仙公启梦很灵艳 就已经在不自觉的暗示自己了 这里的神仙很灵 我一定能求来想要的梦 那么在这样的自我催眠状态下 他们真的就做了自己想要的梦 还有那位刘大姐 其实他潜意识里 早就拿定了主意 要借钱给儿子买车 只是之前儿子亏的太多了 他得给自己找个理由 继续来支持儿子 而启梦也就是神仙的支持 给了他最好的理由 而谢荣曾身上发生的事情 道理也是一样的 儿子怎么会不想救自己父亲的命呢 那至于有什么救 当时谢荣曾还是个孩子 不懂医药 只能想到抓泥丘地瓜 这些他常见的东西 那有人会问了 谢荣曾的父亲吃的这些东西 治好了癌症 该怎么解释呢 专家说了 癌症虽然难治 但是也存在自愈的情况 有些病人不用吃药治疗 癌细胞自己就消失了 这种情况虽然极其罕见 但是发生在老谢身上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低点赞给小弟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